我记得前几天看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人数 所以我猜应该可以先开始之类的 所以 好我记得我记得 这是可以拖动的吗还可以 用小画家用这种小画家的话工我蛮烂的 写在上面的字蛮丑的 所以我就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是T20的教学陈俊宏 然后本来比较喜欢讲数论 但是今年数论被抢走了 昨天被崇宣学长抢走了 所以今年就来讲个曾经讲过的计算集合 那我已经忘记上次讲计算集合是寒讯还是属讯的 然后用的我们这次计算集合用的讲义也是用上次的讲义改过来的 然后但是但是这几天就是有加了更多细节上去 就是因为我觉得上次计算集合 它是我跟着数论一起讲的 然后我觉得我上次的篇幅有点都放在数论 然后后面计算集合基本上都是乱图乱一桶 所以今天我们有6到7小时的时间 我可能只会在5到6小时 我们有5到6小时的时间去好好抓 去学计算集合里面的酷东西 那我刚刚有把讲义丢到那个DC 然后又有没有到这个讯息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上课会用的讲义 那我比较懒惰没有制作简报 所以所以讲义就凑合着看吧 对然后等一下如果有什么图像辅助的话 我会在白板上面就是进行绘制 虽然我希望不要用到啊 好耶 那 我们今天主题是计算 计算集合 为什么要学计算集合 哎 我们人类啊在处理一些 就是几何上面的物件的时候 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出一些物件的 相邻关系啊 香蕉关系啊 就是 或者是他们的相切关系 就是他们在平面上长的样子是如何的 那 可是对于电脑来讲 假如说我们今天想要用电脑来处理很多个 很多个集合物件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想 怎么好好表示这个集合物件啊 那很多东西就是我们 我们人看起来觉得很直观 就是很好做的东西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很好的看的 看得出来两个矩形有没有叠在一起 两个三角形有没有叠在一起 但是对于电脑来讲我们知道了很多这种物件之后 我们电脑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视觉的方式去 当然现在如果 现在科技发展成这样是有这样的技术的 但是还是颇需要研究一番的 所以就有计算几何这个科学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在研究计算几何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针对二维平面上面的几何物件去做研究 所以我们有定义大概定义一些常见的几何物件 那会比较常用到的只有这个Point跟Vector 那他们的定义都是有两个 在二维平面上只需要用两个量就可以表示出来的东西 对 那比较少用到的话应该会是like跟segment 就是他们是有两个点构成的 那会不常用到的原因是因为我底下讲义的code 程式码实作里面有些时候表示这两个东西 我还是直接用两个Point当做代表 所以这两个就变得你底下看到的code 有些我会写like有些写segment 但是大部分都是写直接写两个Point这样子 对 那还会有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是多边形的定义 那我们多边形的定义的话是直接把点装成 装在一系列的Vector里面 那可能大家大部分写core的时候都 用过多边形 哎这个这些我就先暂时拉小一点留着 我可以拉小一点吗 哎可以太棒了 好哎 多边形它有很多种嘛 那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这种突多边形 哎 我懒得拉直线了 所以就这样将就一下 对 这种突多边形 然后你假如说找一个点 开始按照某个方向列举 那通常都是逆时针 逆时针列举 那你把这些点按照顺序 放到Vector里面 那他们就可以以某种意义上代表 多边形 那当然我现在讲的只有突多边形嘛 其他像是简单多边形 跟一般多边形其实也可以比照办理 那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简单多边形 跟一般多边形的差别在哪 简单多边形的话就是还包含凹多边形 凹多边形就是不突啊 就是 哎 这种 我记得简单多边形的特别定义是 你两个点之间就是连出来的边不会重叠到的话 那他就是 简单多边形 那一般多边形的话当然就是可能会发生那种 边重叠在一起的那种 像这个应该就是一种一般多边形 然后像这种多边形里面还有动的多边形 应该也是一般多边形而不是简单多边形 那这种有动的多边形 我目前也还不知道怎么好好的表示 可能是对于一个多边形 他们还会有一个成员物件去记住 它里面有动的多边形 像什么样子 OK 那我们大部分讨论的多边形 应该会落在简单多边形而已 然后一般多边形就暂时不管它 好 稍微绕出去讲的这个东西 对 那多边形的话你把点按照顺序摆进Vector的话 可以试你自己的需求 就是 比如说你有五个点 然后零一二三四摆进去之后 可以试你的需求决定要不要把零再摆回来 就是让它最后是一个闭合起来的 那有些时候这样子写会比较方便 有些时候不写会比较方便 就是看你的需求 到现在声音都正常 是吗 YOK好感谢各位 然后最后一个定义的这个Define Forward AB 这个是你们羊店学长定义的 哦对 有人家进来 哦对稍微提一下就是 T20的时候社长周扬点是今天这门课的助教 对所以他应该会混入 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们两个 然后我希望你们都问周扬点 他应该还没进来吧 对对对对 趁他还没进来的时候先偷偷跟你们讲 就是有问题问他不要问我 哦没有啊我是说哈哈 对那呃 最后一个Define那个Forward是羊店他在写Code的时候 通常的定义就是他把他的意思就只是他读入两个点 然后他会把它做成A B这个项量 那看你要用Define要用Function的方式都可以 那他在写这份Define的时候他是用Define的方式 OK那就是大部分我们认识的二维物物件 那涉及到计算几何 因为他其实距离或者距离什么的都很容易出现浮点数 那所以那就我们所知就是我们用计算机在处理浮点数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那所以这边就大概准备了一些尝数跟一些小技巧 就是比较常用在计算几何的浮点数就是圆周率 然后无限大跟一个Epsilon 这个Epsilon的话他大概的意思就是 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个答案 然后你有一个另外一个跟他很接近的答案 可是你明确知道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你Epsilon就可以把它设得比这个差距还要小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确定说 假如说你今天在浮点数计算的时候 不小心算出了某些误差 那你只要这个误差不要超过你这个Epsilon 它基本上就不会是跟你这个答案不一样的答案 所以Epsilon的概念就有点像是提供一个容错空间 对 那它常用的方式是判断一个浮点数的正负号 那假如说只要借在我刚刚讲的 就是你跟0有就是它的绝对只是差一个Epsilon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当作0 对所以你就会看到这边写什么 是不是小于Epsilon 只要两个书相差Epsilon以下的话 那在这段误差里面 你都可以把它们视为相等的 那关于Epsilon怎么决定我还不太会 那基本上大部分时候都是看到一一复六 最后一一复八 然后就是听说这也是一个好好估计的技巧 所以就是可以去研究看看 对 OK那大概背景就是一些Code的背景就是这样 那一开始我们先来讲一下三角函数 对 我是觉得我目前在写计算集合的时候没有用到太多三角函数 原因是因为三角函数它会跟角度有关嘛 那只要跟角度有关的话其实就也是很浮点数的东西 就是不是特殊角的话那它也会是一些可能随便加一加 就会有误差的东西 然后你可能取个三角函数 取个反三角函数 然后它就是可能本来是一个好看的整数 结果你随便取相模一遍之后 另外一遍也是变成很丑的浮点数之类的 所以在计算集合里面我可能不太会喜欢用这种东西 所以后面基本上能避免跟角度有关的东西 我们都会避免掉 但是我们还是基本上来认识一下 就是三角函数 对 表示角度的方式就是除了我们小时候认识的那种手机 到360度以外 上了高中之后 就是为了让三角函数 就是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让三角函数的定义是一个实数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学的那个角度对应到一个实数 那对应的方式是用 是用圆周长跟半径的比例 对 就是你可以想象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个半径为R的圆 那它的整个圆周长是2πR 那圆周长2πR跟你半径的R的比例是2π 那我们就把整个360度叫做2π 那按照这个定义你就可以去推出360度等于2π的进度 那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相互的转换 那所以一些常见的特殊角啊 什么90度它是2π 60度它是3π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高中嘛 那可能我忘记学到三角函数是1下还是2上了 就是学到的时候这边可能要习惯一下 就是那个度数跟牌之间的转换 那锐角三角函数就是它特别叫锐角 就是因为它可以直接借由直角三角形跨图 然后去直接看出说 三个三角函数它分别是这三个边怎样怎样的关系 那通常 这个也不用 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稍微去记一下那个顺序 那通常啊 通常我的技法是 这个要怎么删掉呢 我这个扛多加利大法 我接下来要讲一个非常毒瘤的技法 就感觉有点像是用更难的东西去记一个简单的东西 那那那那 呃 相信各位那个学三角函数的时候一定有看过什么 横等式cos平方c大加sin平方c大等于1 那你在那个平面上面画一个单位员 你可以把你可以把那个什么 呃他的他的方程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1吗 这个单位员超好看的谢谢啦 但我不要用 等一下不行学一下 哦 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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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给我给我在正中间哦 好给你给你谢谢啊谢谢啊好那哎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的技法跟我一样毒瘤啊 就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好 然后你会发现跟这个长的一模一样哎 所以你会发现可以一一对应 那所以 哎通常圆上面的每一点我们都可以把它记成 什么cosc大sinc大之类的 哎所以所以就很好记了 就是 你上面随便画到圆星画一条线 但是x的就是cosc大 对 那y的就是sinc大 那你就想象一下c大是在这里 哎这样子是不是就很好的记上了 就是h分之a是cosc大 h分之b是sinc大 这个技法非常毒瘤 所以可能还是要习惯一下说 cosc大通常是跟 在在二维作用圆域上我们会把它对应到 x走 然后sinc大会把它对应到 y走 呃 y的值 那当然有的时候是可以反过来的 就是可以自己变通的 但是假如说你今天就是固定那个角度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去记说cosc大是指 沿着这个角度相邻的比例关系 然后sinc大就是反过来就是对面 他们两个分母都是斜边 然后只是cos大会是 紧紧相邻 3c大的话会是对边 那tangionc大的话其实就比较比较好理解了 他其实就只是斜率的意思 那斜率的话那就直接b分之a ok 那根据一个瑞角三角形 呃 这其实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它的角度是瑞角 我们可以简单的定义这样的关系 可是假如说我们只能靠这种直角三角形来定义这种 函数关系的话 你会发现有几个限制 就是这个seed 它只能在0到2分子拍开区间 就是只能0 然后不能到90度 对 而且全部都只会是正的 那我们刚刚说三角函数会被应用在二维平面上 所以 我们会需要一个更广义的定义 对 那更广义的定义其实就是我刚刚那种偷吃步的东西啊 就是 你们刚刚看到那个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我们说把它对应到三角横等式什么cos平方加3平方c大等于1 那其实定义上就是跟在那个单位员上面看它的状况差不多 好我们大概讲一下好了 你有一个半径为R的东西 你从x轴作为0度开始 逆时针旋转c大度 好 这样旋转完之后 投影到x轴上面的就是 现在投影到x轴上面的就是它的x坐标嘛 那我们说cosc大就是斜边分支x的投影量 那就是R分之x 那sinec大就是相对的会是R分之y 那tangentc大依旧不变 就是它一样也是一个斜率的概念 那因为你的这条线是从00开始 然后你的坐标是xy 你斜率其实可以直接用x的变化量分之y的变化量 那其实就是x分之y 所以tangentc大就是简单的就是x分之y 跟上面的关系一模一样 只是这个c大可以更加的多变 对 那cos水平 sine中向tangent斜率 这个时候c大其实你可以一直在那边疯狂乱旋转 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 然后你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那通常你可以自己先偷除个2拍 比如说5拍 那偷除个2拍剩下一个拍 对那就是5拍就是转一个拍的意思 对 广义三角函数上角度 就是可以接受的角度变成整个十数域 只是通常用到的还是0到2拍而已 OK 那对三角函数有基本的认识之后 就可以暂时先把它忘记了 就是剩下的就是你们高中自己要去处理的事情 什么正弦定理余弦定理 这个都是后面只会出现在我们证明里面的东西了 向量 其实向量蛮酷的 就是我在高中数学的时候蛮喜欢它的 然后后来大学在学线性代数的时候也是很喜欢它的 结果现在学计算集合 它也是超好用的 所以 向量好好学 向量就 然后顾名思力有方向的量 那 你在二维平原上面你可以用 通常都是用两个参数去表示它 那 一个是用它的长度 一个是用它的方向 那通常是角度 对 那这种表示方法其实不常见 另外一种更常见的方式是 也是在二维平原上面 我会直接用水平的移动量跟垂直的移动量 来表示一个向量 那 那 对 这边就可以提到一个观念是说 二维平原上面每个点你都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原点移动到这个点的向量 对 每个点都可以想成一个向量 所以你在写计算集合的时候 你可以把点跟向量暂时想成一起 但是概念上讨论的时候还是要把它们分开 对 呃 之所以二维平面上面的向量可以用 就是长度跟一个角度方向来表示 是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刚刚学到的三角函数 把XY表示成Rcosc 那假如说你今天是三维平面以上的话 除了长度 你会发现只有一个方向是不够的 对 呃 在三维立体空间的时候的向量 假如说你用 你一样还是想要用什么长度方向来表示的话 你会发现只有两个是就是一个长度 然后再用一个角度是不够表示的 就是你还会需要第三个角度 可能是什么天顶角之类的 对 所以通常在几维空间 所以你想要表示一个向量就需要 在N维空间你就需要N个量去表示一个向量 那这个比较涉及到可能一些 我不知道算不算线性代数 就是一些基底的概念basis 对 好不深入讨论 就是表示向量的方式 也是视你的需求 就是大部分都是使用这种水平垂直的方式 那少部分你在讨论一些 比如说你今天要用角度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倾向这种 不是角度做事情啊 就是你平面上有一些点 然后你原点是中心点 然后你可能想要按照他们的方向 按照他们的方向去做顺序 做事情的话 你可能会倾向用这种方式去表示点 对 那蛮常用到的一个长度公式 就是直接把X分量平方加上Y分量平方开更好 那这边通常会涉及到一件事情 是就是假如说你今天题目都是整数点的话 然后你其实可以试你自己的需求去决定 要不要开更好的 就比如说你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两个线段长 就是谁比较长的话 那你可以不用开更好 因为开更好如果一个比较小的话 那不开更好另外一个还是比较小 对 那这样子不开更好的话 也可以避免算出浮点数 或者是说本身开更好这件事情 是需要耗费一点长数时间的 所以通常都是少用为妙 对 好 我们可以看一些几何的图 几何上的话向量加法 很酷 就是 你可以把两个向量相加合并成一个新的向量 然后 这是两种向量的加法 对 很直观吧 很直观吧 那带数 那带数 带数形式上的话 因为我们所表示一个向量可能是用X分量跟Y分量 那你想要把他们加起来的话 其实你就直接把他们各自的分量加起来就好 然后另外一个向量的存量机的话就是 直接按照倍率去缩放 那几个特例就是几个比较酷的case就是 你可以缩放复数倍 那它其实就只是把向量整个反向 那你也可以缩放0倍 那它就是做成一个0向量这样子 对 那 向量的话在计算机里面它基本上 它可以用来表示大小跟方向 那 只要说你今天有两个向量的话 你甚至可以去研究说向量它今天是怎么旋转的 这是我们要等一下要讨论的主题 向量怎么旋转的 它是 A向量是逆时针旋转到B向量 还是顺时针转到B向量 那 除此之外 也有可能会去讨论说 我今天两个向量它的夹角是夹 几度 在计算几何上面就是向量的用途 通常接下来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可能你们在 在线性怠速里面的向量则是 比如说你们在写DP的时候 写矩阵快速m 向量它里面装的 它的代表的就只是可能一组状态 然后你的矩阵就是转移矩阵 它可以描述就是 这个状态可以怎么转移到那个状态 或者是数量是怎么变换的 对就是 向量用途真的很多 那 计算机能上面的用途 大概就是我们等下会介绍的 第一个 内积跟外积 那 那我先看一下 我预计讲到什么时候要休息 休息一个15分钟 好耶 现在好像跟我有点预期的不太一样 随便讲一讲就超过30分钟了 我们 我们休息个五分钟消化一下好不好 就是前面的东西都还蛮简单的 所以我们休息的时间也短一点 那如果刚刚有什么定义类的 就是你觉得不严谨或者是听不懂的 也可以这个时候提问 对 然后我顺便来学一下这个白板要怎么用 这橡皮杂只有固定大小啊 我们35分再继续 你这个圆好强喔 哎 那个目前在听课的学弟 有哪些是已经 已经在课内学过三角函数了 哦好用举手 用举手的 对 全部都有 所以全部都已经高二了 哎还是高一下 三角函数是高一下吗 哦 所以全部都有了 早知道刚刚不要花那么多篇幅在那边唬烂 也学完复述平面了 好 我弱 好可以放下 可以放下 我弱 那个 那个你们很明显知道 那个每个社员都知道的东西 你们就可以直接喊听我 我们就可以 我就可以多安排一些休息时间 不是我是说 我们就可以跳过跳过这段课程 去讲更多有意义的东西 对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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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更多休息时间 没有 对啊 线上课我当讲师我也都在混啊 不是我是说 呃 没事啦 没事啦 什么改课 我刚 哎 欢乐的五分钟好像过得特别快 还剩一分钟 我看前两天学长他们都讲的好可怕 然后我就想一下 索讯好像应该要讲一点进阶的东西 然后结果结果 后来还是没有准备什么很进阶的东西 就是还是跟上次讲义里面的内容长得差不多 所以今天 呃 可能就没有碰过计算集合的讲究一下 听一下 如果已经很熟计算集合了 今天可能 不太会学到太多东西吧 对啊 那就是哎 有整理这样的笔记出来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对 好啦 五分钟 我们继续 对 那如果大家都已经 哎 也学复数平面 可是你们也还没有学那个 空间向量 对不对 因为空间向量是二上 对吧 哎 有学过空间向量的举个手 我这次就比较少一点 好 那我们这边就大概细细的讲一下 就是内积跟外积 那它定义的其实是两个向量的运算 那以内积来讲的话 它的代数形式是你两个向量要内积的话 你直接把他们的S分量称起来 Y分量称起来 直接加起来就好 更高尾的话就是各自的分量相乘之后加起来 那你可能就会想说 哎 我这样做之后它有什么意义 哎呦 它有它的几何意义 它的几何意义就是 就是假如说你两个向量 你把它们起点叠在一起 它们夹出一个夹角C大 那 夹出一个C大的话 那你会发现上面算出来的那个内积 它其实会是两个向量的长度 在乘上它们夹角带cos 就是会等于A的长度乘B的长度乘上cosc大 那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用余弦定理去做对应 去得出两个东西是相等的 那 简单来讲内积的话它会有一种投影的感觉 因为我们知道cosc大 它是朝零边 朝零边的一种比例关系 那比如说你今天Acosc大 朝B 然后乘上Acosc大的话 其实就是我把A 按照我们刚刚三角函数的关系 把它投影到B上面 那我们再把A的投影长 乘上B的长度 就是A跟B的内积 所以内积会有一种投影的感觉 那你会想说 你这样子就有一种方向性 这样子你是A投影到B 那你怎么知道B投影到A 对不对 当然对啊 你就只是把cosc大分给谁而已 那就是看你想要把谁投影到谁 A投影到B还是B投影到A 那他们的其中一个投影长层上 你投影到的那个相当的长度 就会是他们两个的内积 所以内积有一种投影的感觉 那好 大概稍微提一下就是 由于他们内积之后 会是两个长度相乘成上cosc大 所以你也可以反过来 就是你有两个向量的内积 你有两个向量的长度 你可以反过来求到cosc大 那通常因为长度都会是正的 所以cosc大跟内积会是一样正负的 所以内积只要出来是零 那cosc大又是零的时候 就只有垂直 垂直的时候嘛 对所以如果内积是零的话 夹角是直角 那如果c大它是夹锐角的话 那cosc大会是正的 所以内积是正的时候夹角是锐角 那反过来就是如果内积是负的话 那夹角就是顿角 对他这球出来的c大 我们通常可以把它对到零度到180度之间 零度的话就是两个向量直接朝同一个方向 然后一直转转转转转 两个反向的向量就是180度 那这就是极限的 你在转的话就是两个夹角 就会从另外一边开始开始算 对 好 内积的性质就稍微看一下就好 对好 我们刚刚讲到内积具有投影的性质 所以假如说你今天在计算几何里面 你拿到两个向量你想要做投影的话 你可以分成两个步骤 就是如果你要拿的只是投影出来的长度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 我刚刚讲的把b的长度直接乘上 投影的那个角度cosc大 直接乘上去 那你就可以获得投影的长度 那假如说你要获得投影的向量的话 你还会需要a那个方向的一个向量 那通常我们习惯上会准备一个a方向的单位向量 就是要怎么准备那个单位向量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直接把a这个向量除掉它的长度 它就会变成单位向量 然后方向会跟你原本的a向量一模一样 有了这个单位向量之后 你再把它乘上投影场 你就可以得到投影向量的公式 那你就把这些带一带写程式 然后你就可以对开心 获得投影的东西 对 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向量是34 好了我们知道它的长度是 刚号9加16就是5 那你34直接把它处于5 就是两个分量都处于5 5分之3跟5分之4 那你会发现它的长度算出来是1 对 然后方向的话就是5分之4 5分之3 5分之4跟刚刚的34方向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对 我们上面的说法是对的 好 那下一个要介绍的是外积这个运算 好 外积的话 它其实是 它其实不是每一个维度的空间都有 应该说如果有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外积的推广 那你们在高中认识的外积 基本上应该是在学三维空间的向量的时候 会学到的东西 它的定义是说 它今天 因素是两个向量 然后我希望它吐出一个向量 满足以下的性质 第二性质是 那个output的向量 它的长度会是 你一开始给人那两个向量 围出来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那第二个是 我希望这个向量 它会跟你给的两个向量都垂直 好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在三维空间上面 我怎么跟这个单位员说拜拜 拜拜 你会发现在三维空间上面 所以假如说你有 哎 它怎么又出现了 不优哦 好 在三维空间上面 假如说给你两个向量 你要找出一个跟它垂直的向量 我们假设 我们先假设这两个向量没有 没有同方向或反方向 那要跟它垂直的向量 你会发现只有两个方向 对 那由于我们刚刚说 我们希望它的长度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所以你会发现 除了这两个方向以外 因为它们长度都限制了 所以只会有两种向量 那怎么决定这个正负呢 其实是跟右手定则有关的 就是假如假如说你是A cross B 那你是逆时针转过去的 那你就举起你们的小右手 然后对手大概弯一下 弯出逆时针 你这个时候拇指如果是向上的话 那恭喜你 AYG B的方向就会是向上 那反过来 假如说你这是B cross A 那A拿出你可爱的小右手 然后你的那个手要顺时针转的话 A你的拇指是向下的 对那所以B cross A 它的方向就向下的 好 那可是我们说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二维空间 二维空间 二维空间 你给两个向量 其实你是没办法 就是在它们没有同方向或反方向的情况下 你是没办法找出第三个向量 分别垂直它们的 对 就是你可以试着找找看 就是你随便画两个向量 对 然后你再找一个向量 要分别跟它们两个垂直 那如果你找得到的话 那个你可以在小白板上面画给我看 对 好 那可是那我们会希望说在二维空间上面 我们会有一个可以做到类似性质的东西出现 那那就有了二维的定义 二维的外积 它其实就是把两个向量摆在行列式上面 你们高中的时候高二的时候在学 向量围出来的三角形面积的时候 应该会学到说我们把两个向量摆进行列式 然后再取绝对值 然后再乘二分之一 就会是它们围出来的三角形面积 对 没错 那我们刚刚说我们希望外积出来的东西可以代表面积 OK 用行列式对一个二维相量这样子套可以套出面积 没有垂直这个概念的 好不理它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希望外积可以表示 一个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 那你会发现说高中在算的时候 我们算出行列式 之所以要加绝对值 是因为你算出来的值可能会是负数 那你在仔细去深究会发现 假如说你今天在行列式里面摆向量的顺序 你是先摆一个A向量 然后再摆一个逆时针转过去的B向量 那你会发现它们外积出来会是正的 反过来说 假如说你是先摆B向量再摆A向量 外积出来会是负的 那你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用这个外积来表示说 我们可以用它的正负来表示说 一个他们之间的相对关系 就是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这样子 原本的三维空间它是用 它一样也是表示一个顺时针跟逆时针的关系 但它表示的方式是 右手定辙的向上跟向下 那我们二维空间的外积 就简单的用正负号 表示它们两个到底是逆时针旋转 还是顺时针旋转 OK 那我们说 A cross B 它是那个 它是可以算出夹 夹起来的平行四边形面积的 所以它有点类似说内积 就是它可以等于 如果是其他围的空间的话 要套一个那个什么 求长度的那个杠杠 就是A的长度乘上B的长度乘上 它们之间的夹角代赛 那这个算出来 就会是 那个 你用上面这种代数形式求出来的 哇哥 对 好 那它一样 也可以在大于0小于0等于0的时候 去判断一些东西 等于0的时候 就代表它们夹出来的面积是0 那要码其中一个向量是0 0向量 要码 要码它们之间夹角根本夹不出任何东西 那只有两种状况 就是当你夹0度 或者夹 拍 夹180度 这两个是没办法夹出平均四边形面积的 那这个时候它们的 外积就会是0 对 那 我们刚刚也有讲嘛 我们可以用大于0小于0去判断它们的 旋转方向 那 只要 只要你的外积大于0的话 那 那 你给的那两项量的前后顺序 就会是 A到B 会是逆时针 180度以内 对 那如果是小于0的话 就是顺时针 那这个性质就也可以看一下 对啊 然后 对 这边有一个小表格统计了 呃不是 记录了内积跟外积 所以 他们各自的比较 好 那 讲完这个的话 我们就进一下 顶语线的关系吧 后来会比较常用到的 就是 如果你不喜欢什么处法 什么鬼东西的附件数运算 那你不太会碰到内积 但外积基本上在后面的算法是很常出现 应该说它是整个计算机的一个蛮精髓的运算 对所以 要特别记一下 它的运算顺序就是把它摆进行列式这样子 就是两个点交错交错 然后xy yx 然后中间还是用减号连接 就整个形式都很酷 好 点语线的关系 呃虽然说是点语线 但通常我们还是会把 我们给定一个线之后 通常是线段啊 通常我们还是会把这个线段表示成向量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想要判断它跟那个线段关系的点 我们可能会用线段的 那个向量的起点就是也连一个向量过去 这么做的好处是因为我们刚刚上面学外积 那 你就可以用做出来的这两个向量去判断一些 利用内积跟外积去判断一些东西 好 呃根据这 就是按照这张图 你们可以发现对于一个点P 它跟线段AB可以成的关系 有大概这五种 应该也只有这五种 就是P落在AB的 所谓左侧 落在AB的所谓右侧 那不是在左侧 不是在右侧 就一定是落在这条方向线上面 那也有分 要么你是落在反向延长线上面 要么你是落在 这段AB上面 要么你是落在超出B的那段 的那边 对 那对于这五种状况 你们可以给你们30秒想一下 可以怎么怎么 我是不是滑在下面 可以用花个30秒想一下 你要怎么去判断 分出这五种Case 好 那我们数个30秒 好 到了 好 那 前面这两个很 算蛮简单的 就是可以用我们前面 学的外机去判断 它到底是逆时针旋转 还是顺时针旋转 就是假如说你有所谓什么P在AB的左侧的话 讲左侧通常会不太明确啊 就是你可以讲 在逆时针旋转的地方 还是顺时针旋转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我们刚刚学的外机 去判断它们正负 先把前两个Case判掉 那只要等于0的话 等于0的话就一定是在线上的Case 所以你先用外机把前两个Case判掉 等于0的时候 我们再细分以下三种状况 OK 那要细分这三种状况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外机 你就是用外机等于0 得到这个结果了 所以外机这时候没有P用 我们就先丢掉 那再来我们就改用内机嘛 对 那AP跟AB 它们如果内机出来是复数 它代表说 它们夹的是钝角 在同一条线上面要夹钝角的话 那A一定是被夹在中间的那个点 简单来讲就是P会落在AB的反向延长线上 所以内机小于0的时候 内机小于0的时候P在AB的反向延长线上 那不是落在反向延长线上的话 那一定就是落在AB或者 顺向延长线上了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只 内机也没有P用了 这个时候剩下一个最简单的东西了 就是长度的函数 对 你的AB跟AP就是去判说谁比较长 那比较长 那你就可以判掉这个最后这个case了 对 那底下这些case的等号也是是你的需求啊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P刚好落在A上面的时候 你希望它是把它定义成落在反向延长线上面的话 那你这边AB到AP你就要改成小于等于0 就是你要应付掉AP如果是零像量的时候 那AP如果是零像量的时候 就是P落在P就是A点的时候 那它也可以被判到反向延长线上面 就是这边这些什么小于大于等于都是 是你自己的需求去决定要加等号8等号之类的 对比如说这边AB小于AP 如果加了等号的话那就有点像是说 B这个端点上面不算在 算不算在延长线上面之类的 对 好 那 基本上点跟线段的关系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通常后面会比较常用的东西 就是问你说点有没有在一个线段里面 那假如说你只是想要知道这样子的话 那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是 首先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那两个项量 它要落在线上的话外积一定要是零 那如果这个线段 找个找个 好 这跟上面的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用白板写一下 我发现我刚忘记定选回来 所以 我帮你们刚刚有没有跟到那个讲 应该没差 好 我给定了一个点 P 然后再给定了一个我们一开始定义的那个 segment 那segment它有两个成员是point1跟point2 p1 p2 好 那这个显然是一个 没有落在线段上面的case 所以再让我准备一下 现在这个p点在这个线段上面了 那观察后你会发现 如果你pp1做一个向量 pp2做一个向量 那首先他们因为夹角是夹180度 所以他们外积出来一定要是零 外积出来只要不是零的话 就代表说他们并没有贡献 那你贡献了之后 那你p今天其实有可能落在这个位置 有可能落在这个位置 那你做出来的pp1跟pp2 其实会是朝同一个方向 简单来讲就是他们内积出来之后会是正的 所以反过来 你只要内积出来小于等于零 那就代表说p都在要么p1上面 要么p2上面 要么它就位在中间 然后他们夹反向 所以你想要判断一个点 有没有在一个线段上面 你直接做出我们刚刚拉出来那两个向量 这图好丑 这个是V1 又有电神学弟他出了超酷的图了 是V2 对 那你就把V1跟V2去外积 那判说他等于零 而且内积小于等于零 那这个点就是在这个线段上面了 对 好 那投影的话 投影的话我就也简单化一下就是 不常用不常用 就是我们刚刚学了 我们刚有学向量投影嘛 就是给了两个向量 然后我们要把B向量投影到A向量上面 这个背景其实也有方格 但是我没有要用 哈哈哈哈 这方格是内建的吗 还是 还是你去找图的 而且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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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他的原点吗 为什么要在那边负一零的那地方点一个原点 零负一啊 找图的 好 差低 那个 假如说今天给你一个线段 先不要线段好了 我们给你一个直线 再给你一个点 问你他在这个线上的投影点在哪个位置 他的投影点是什么 好 那这个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随便在线上再抓一个点 然后你从这个点 就是 连到你想要找投影点的那个点 那因为这是一条线嘛 所以 我们我们一开始说线的表示方式可以用两个点 所以 你这个点就可以直接用你挑的那两个点的其中一个 那用另外一个点表示这条线的方向了 那现在好了 就是你原本线是有是用两个点够出来的 那所以他那两个点也可以表示成一个向量 然后你现在又把其中一个点 连到你要投影的那个点做出了这个向量 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等价于刚刚那个向量投影 你只要把这个向量投影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点加上这个向量移过去 你就得到投影点了 我真的是灵魂会师 等一下要不要玩 嘎铁点IO 距离 距离的话 二年高二上的时候会学到那个点到直线距离的公式 那 在计算几何上面我们我们这里不用那个东西的 计算几何它用一个比较酷的方式去得到点到线的距离 就基本上点跟线单的关系 你都会发现他都会把线上的某一点 拉到另外一点 连成一个向量 然后去做某些事情 比如说 你看你们看这张图 他今天想要求点到这个直线的距离 那他就先一样从一个点画过去 画出一个向量 然后以这两个向量 画出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假如说我这个时候想要求距离 你会发现距离就是平行四边形的高 OK 那平行四边形它的面积计算方式是底层率高 那 你会发现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你可以用YG求出来 然后底的那个向量 你又可以求出它的长度 那你拿面积去处于那个底边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高 所以 A超酷的球那个距离的方式就出来了 就是你把刚刚我们讲的向量拉一拉 然后你把平行四边形面积算出来 那要注意正负 就是我们只需要正的部分就好 加个绝对值 再处于底边的长度 这个长度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一定要用开更好的版本 不然算是错的 除非除非你今天记那个距离的方式是打算开平方 开平方的话那你这个也要记得平方 然后这题外话 对 就是 基本上就这样 对 刚刚上面忘记讲一件事情是 我们讲的投影跟距离都是点到直线 那假如说今天是点到线段的话 以投影来讲的话点到线段的投影 你可能还要去判说 也是一样要看你怎么定义 就是 卡罗说 我们看到小白板 不要回来不要回来 不要回来 好 我刚刚讲什么来着啊 有其他白板 还是这个方格子是刚刚别人帮我开的 等一下我现在忘记我刚刚讲什么 我要讲线段对不对 好线段 有一个点 你要投影到线段 假如说你的定义是说 所谓点投影到线段 是在这段范围上面 我都可以直接垂直投影到上面 然后只要没有在这段范围的 我都投影不到上面 那这其实很好判断嘛 就是你一开始外机就可以判掉这种 这两种case 对就是假如说有发生其中一个夹角 不对 然后 我讲一下外机怎么判这个case 应该是内机 内机 用内机判掉这个case 就是假如说某一个点 然后你连相当过去 然后夹角是夹顿角 然后另外一 或者另外一边的话 那这时候他就是发生这种case 那你就可以不用投影 那只要不是这种case的话 那你就可以很放心的 直接拿着这个线段 直接去做我们的投影 对 或者是你的定义是说 假如说他现在这个区域外面的话 我的投影到这个线段 我就不屌他 我就一样投影在这个线段的反向延长线 那也很好 那你也是直接套刚刚的公司就好 只是距离的话就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到线段的距离 通常通常是除了在这段范围里面的 你可以这样算以外 在外面的你可能会是一个到端点的距离 这样子 所以一样你要把这两种case特判出来 然后直接求到端点的距离就好 那只要不是这两种case的话 你就可以继续用刚刚的点到直线去求出来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又可以 这次我们可以休息长一点 就是时间小偷嘛 偷个十分钟好了 对 就是刚刚前面的主题 有问题的话可以问 不然我们也可以投个票 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很 喉咙还没有很那个 所以要我继续讲下去的举手 三二一 好一票 那个要休息一下的举个手 没有 我要学那个红马 那个刚我屁事的举手 好耶 好耶 那刚刚刚一比零 所以我决定继续讲下去了 呵呵 OK 呃 这个题目是什么 是CSES上面的 哦哦 对 这题题目是那个 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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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一个线段跟一个点 然后让你判断这个点在线 在线上还是在线的左侧还是在线的右侧 对就是一个让你拿来测外基的裸梯 对 好 呃 点跟多边形的关系 呃 目前这份讲义我是只有做一个事情 就是点跟多边形的话 我只有做判断一个点是否在多边形里面 我只有做这个主题 那当然其他点跟多边形的关系 可能是什么 点投影到多边形上会是什么点啊 那个那个太噁心了我没有做 然后点到多边形的距离的话 感觉有一个alln的做法 就是 你就列举每个端点 然后列举每条边 然后你就到到点距离到边距离 但是这样子感觉 不会到很快 所以我猜应该会有什么 会有什么 对突就是对那种突多边形来讲的话 应该可以先击角排序 然后再 再用点点到球那个那段附近角度的点 就好了 就可能会有一个 漏格N二分收的做法 但是没有 那种东西我都没做 我这边只有做点到底有没有在多边形里面 那我就来看吧 对 好 首先我们现在讲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突多边形 对 突多边形它的性质就很酷嘛 它就很突啊 那 你仔细观察之后会发现说 那个distance好酷 谢谢啦 秘密海象 秘密海象 好 我有一个突多边形 突多边形 然后 你直接做的话 你可能 你直接观察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 假如说我们按照多边形某一个顶点顺序去列举 那我刚有说习惯上是逆时针嘛 逆时针 逆时针 那 我们可以有一个最直接的观察就是对于突多边形里面任何一个点 它应该都会落在每条边的同一侧 比如说假如说你有给定一个列举方向的话 给定一个列举方向的话 那 那 现在在这个突多边形里面的每一个点 它应该都会落在每条边这个向量的 逆时针测 逆时针测 对 对 所以反过来讲说 如果今天你有一个点在突多边形外的话 那它 像这个就有可能是落在一个顺时针测的地方 对 所以有一个有一个做法是 你直接按照顺序列举多边形的每条边 用向量的方式列举它们 那你去判断说 假如说你是逆时针列举的话 那你多边形内的点也要落在逆时针那一侧 那 你逆时针列举要在逆时针那一侧 所以就列举每条边 然后做出对应的两个向量 然后去外机看看说方向对不对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了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是 假如说今天外机出来 就是你曾经出现一个case 是外机出来是零的话 那代表说你曾经列举了某一条边 那它有一个点 是落在 这条线上面的 所以它可能在这里 它可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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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打个格 想一下 对那对于这种case的话 你还外机一出来一旦是零的 外机一出来一旦是零的时候 你还要判断它到底是在多边形上 还是在多边形外 你还另外需要花一个内积的计算去判断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今天假如说你想要判断点有没有在图多边形里面的话 你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做法的 就是我们一样逆时针列举每个点 只是这个时候我们做出来的项量不是 我们不是用上面这个边的项量来做 我们是把我们想要判断的那个点 到每个多边形的点 连一个项量 那这样 这样其实又更好的看出一个性质 就是你按照逆时针列举的话 你这个项量也会跟着逆时针卷转 好 那你这样子就不断做出这个项量 然后不断看下一个 你到下一个是不是逆时针旋转就好 那这都是外积大于零小于零的事情 那一样等于零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今天 到这两个点 有一个点到这两个点的距离 等一下 会不会是一样的事情 等一下我脑袋弄一下 会不会我刚刚都在讲废话 就这其实跟刚刚那个方法一模一样 诶 哦 呃 哦 哦 好耶 诶 基本上逆时针旋转外积是大于零嘛 那 呃 这个时候你只要发生等于 就是你发你只要发生一次小于的状况 你就可以马上判断他在多边形外 那简单来讲如果还没有发生小于的状况的话 那 他就是在多边形内或者多就是可能还在多边形内或在多边形上 所以一旦出现等号的时候 那他一定一定不会是一个在 呃 就是 就是那条边 然后我们刚刚说我们外基如果看到一个零的话 那就代表说有一个点落在这条线上 可是一定不会是落在外面的这个case 因为假如说他落在外面这个点的case的话 那他之前多边形在列举其他条边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发现说 诶 我这个点在逆时针列举 结果你在顺时针旋转 外基小于零 这个时候就应该被判掉 对 所以如果没有被判掉这件事情的话 那基本上你可以确定 你看到外基等于零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确定他在多边形的边上了 这样子 对 那如果是刚刚那个的话 刚刚那个的话 刚刚那如果是刚刚那种做法的话 你会发现假如说点 我们以 我看能不能换颜色 我们以这条边作为例子 我们刚刚是说我们列举多边形的边嘛 然后去 列举那个点 然后用你列举那条边点一个向量过去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外基出来 外基 如果曾经出现小于零的话 我还要花一点时间去想一下这个做法不方便的地方在哪里 当然现在不是 不是重点 所以我们先暂时跳个过 我等一下想一下 对 好 所以对于突突边形你有这样子一个判断 是否一直都是外基等于零的方式去判断它到底在内部还是外部 然后如果曾经出现外基等于零的话 那它就会是在多边形的边上 OK 那 假如说今天给你这个问题是突突边形 然后我给你很多次询问 就是给我一个点问你有没有在多边形里面 那假如说你每次都要跑一次这个偶尔的算法的话 就是有点慢嘛 所以有一个有效率的方式是 你一开始拿到突突边形 然后你可以找一个点 那通常是找最左最 对最左最下的点 就是后面提到讲突包的时候 你一开始会当做起点的东西 对 那通常会选那个点 然后你把其他点做击角排序 那 你如果刚刚挑的是最左最下点的话 那你 会发现说 排出来 看你喜欢最左最下点还是最下最最下最左点 反正要么是负二分子拍到二分子拍 要么是零到180 零到拍零到180度 对 那就是你挑好某个点之后 然后你对其他点你都算出他们 就是 就是 我直接转第二个白板 好 有很多点 然后我们挑最下最左点好了 这个点 那你把 你按照这个 对通常是画一个水平线 然后你把这边每个点 他们各自的C答都算出来 那这样子以后对于 对于一个你要询问的点 就是我随便抽一个点 那你可以先算出它的角度 然后先二分搜出 如果它真的要在多边形里面的话 只有可能是拿两个点夹住它 那 比如说你这个Case就是这两个点 那再来你就可以用YG去判断说 去判断说 呃 这个点到底在三角形内还是三角形外 那 诶 我们可以开放个三十秒内抢答 就是 你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判断这个点 到底在三角形内还是三角形外 诶 三十秒 快点抢答 抢答 这个 抢答成功的话 我想想有什么奖品 想不到 等一下 现在的反应是干我屁事还是那个 还是那个都都没有想到要怎么做 你不会 哦 好耶 有人还在有人有人还在尝试吗 没有要尝试的话我要剧头 对红线外积 好 诶秀一下 有答案的秀一下 我帮你把线画好一点 虽然可能还是会很烂 好 好像也没有要画好什么 对红线外积你是说怎样 做怎样的事情 对红线外积 好 这是假如说落在点外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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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猜你应该有那个 有 有给到那个方式 诶 诶 你这边这两个绿色相当是要 做什么用的 因为他们起点跟其他点不太一样 就是 这两个作为起点的绿色相当 反正你应该是要求三 你是要求三角形面积吗 对那好 你用你用这条会比较好就是我换个笔 你用你用这条去夹会比较好 因为他们起点一模一样 是这边这条 然后这边这条 OK 好 对正解就是直接用面积 所以你会发现面积其实可以真的可以干很多事情 就是 后面我们在讲旋载卡尺的时候也会用到 对 你用面积 就是你今天这个点 你 一开始调整那个极准点 你到你要判断在多边形内部的那个点 你连一个向量 然后你二分搜出来的那两个端点 你也连一个向量 那你先把这两个向量算 算出他的三角形面积 可以算平行四边形 反正如果都是要用面积去比较什么事情 然后就不用出于二 对 好那你算出面积之后 如果一个点 它要在三角形内部的话 那它 接下来你就分两块嘛 你就对于这个点 比如说红色这块 它不是分成两块 你就把这两块三角形面积算出来 如果相加起来 小于整个三角形的面积的话 那这个点就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对 如果等于 等于三角形面积的话 那这个点就在边上 那如果 两个三角形加起来 大于三角形面积的话 那它就在点外 对 那这样子 酷吧 这样就可以支援logn 就是求出一个点 有没有在突多边形内部 就是它会先花nlogn去处理 对nlogn吧 对 那一样有一些special case要判掉 就是 假如说你二分搜出来的角度 它不是在两个端点之间 就是它刚好直接落在某条线上 当然这可能就已经 涉及了一些浮点输误差 就是 你真的要做的话 就是二分搜到那个点的时候 你最好还是用外基去戳一下 戳一下说它到底是不是准确落在那条线上 对外基出于二是三角形 二维空间的外基 我们希望它做出来是三角形面积 然后 就是 是这样没错 就是 那个 两个向量 然后 X1 Y1 好难写 X1 Y1 X2 Y2 它们夹出来的平行四边形面积 会是你把它们的各自的分量摆到行列四 摆到行列四 那 如果 X1 Y1到X1 Y2是逆时针的话 那这桶行列四就会是正的 如果是顺时针的话 这桶行列四就会是负的 那你加个绝对值就一定会变成面积 那你套个二分之一 它就会从平行四边形面积 变成三角形面积 这样子 OK吗 天啊 这个小白板 现在 真的很棒 好 对 那 假如说是这种 你二分手只收到一个点的case的话 那你也是一样简单的用长度判断就好 就是如果它落在这个长 如果长度小于怎样 然后如果长度等于长度大于 就分别是内部 然后边上跟外部 OK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我想应该没有 因为刚才刚解答完一个问题 好 再来要讲一个我根本没写过的设限法 就是因为我在我在学这个topic之前 我就已经被 是说我们助教来了没有 我们助教还没来 我就已经被那个 你们T20的社长 就是阳点学长 就直接被他推克那个拳道数 所以设限法基本上我没有写过 而且怎么讲 这个点在多边形的题目好像 我忘记去年什么比赛有出出来了 然后其实好像有点针对啊 就是题目是裸的 然后我们又出了很针对的测词 所以应该没有很多人写出来 那我记得 陈瑞学弟好像有用设限法 然后 就是课 好像吃了很多挖之后 然后random去 AC的那一题 我忘记 我忘记他实际做法 就是他用的就是设限法 设限法的概念就是 其实很简单 先讲 为什么我会需要学后面几个方法 原因是因为我们上面这个方法 是拿来给突多边形用的 那假如说今天是一个简单多边形 就是比如说凹多边形的话 那可能会出现一些事情 其实我也只知道凹多边形会有事情 但我好像一直以来都没有去思考 那个例子 对设限法达到点会出事 就是他设限法会需要判很多case 等一下哦 我先想一下凹多边形 嗯 这额额颜色好恶心 他有没有什么多边形工具 好像好像好像没有 我不要这个 我们来画一个美丽的凹多边形 然后我们再套一个 刚刚的算法吗 哎有了哦 我按照逆时针列举这个点哦 然后我连向量哦 哎哎哎哎 出现顺时针了 这跟我们刚刚的就是 不是凹多边形的话 我们凹多边形的做法会烂掉 对有点干话 不然我换个讲法 就是在凹多边形上面 我们凹多边形 讨论出来的做法会烂掉 所以你就知道凹多边形是一个多完美性质的东西 所以对于这种 不是凹多边形的简单多边形 我们会需要其他方式来判断 所以才会延伸出以下两种方法 那第一种方法是设限法 他的想法很简单吗 就是你现在一个多边形 里面你假如说要往一个地方 就是你就想让你一直无穷无尽的走 无穷无尽的走 你一定会穿过边界极数字 反过来说 假如说你在多边形外 那你朝某一个方向走 你一进一出 那你就会出现在 就是还是在多边形外的话 那你一开始就在多边形外 对就是他是利用你跨越边界的时候 会跨越多边形的外部跟内部 所以他只能做简单多边形 就是我想一下 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一般多边形的范畴 但就是像这种东西的话 跨过边界的时候 他并没有更改他的内部跟外部的话 这种东西设限法就会懒 但是我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多边形的范畴 就是一般多边形的范畴 所以忘记他 我就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设限法的概念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实作上的话 我们通常会习惯用一条水平线或垂直线 然后就真的 就去列举每一个端 每一个每一条边 每一个线段 就是每个边做一个线段 然后你去 我刚刚说我们有一条水平线嘛 所以水平线你起点就用你的要找的那个点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暂时先不屌它 然后你再用线段 就是跟线球角点的方式 那这边可能会涉及一点投影 把那个点球出来 然后去判断说他投影出来的坐标 好 ok 假如说我是往这个方向的话 那就是x Watty 就是如果带于我的坐标的话 就代表说这条边跟我接下来走的这条设限 它有焦点 那你就加一 那最后你只要判断 你总共得到了几次焦点 那就 就可以按照刚刚的方式 用机偶性去判断它的外部还是内部 那当然刚刚学弟有讲说 这个射线法一旦撞到点就烂掉了 对 就是当你撞到了点 就是像撞到这个点的话 是 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内外 不会改变多边形内外的性 那假如说你是直接这样 就是假如说你换个方向 然后你射线法 这样子中的话 这个就是会改变内外性的 那这种不一一的情况 就是你会需要特判很多东西 对 那我是不知道会不会烂得很彻底 但就是我不会喜欢用它的 对 所以射线法你们就大概 知道它的概念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开心的学下一个全闹术 OK 呃 全闹术讲完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我会查一下 我刚刚我们准备一下 讲一下全闹术 呃 就大概有一个概念好了 在平面上你有一个随便的曲线 然后它是闭起来的闭合曲线 然后你在平面上面有其他的点 那你想象一下 假如说你今天对于上面的每个点 就是 你可以想象有一只蚂蚁在上面走 然后你你人在看那只蚂蚁在走 你看它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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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一圈回来 结果发现你刚刚的视角 只是稍微往上偏了一点 然后结果因为它走下来了 然后我视角又跟着往下偏 然后走下来 我视角又跟着往下偏 最后它走回来的时候我又飘回来 诶 我的视角几乎根本跟一开始的一模一样 就是我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零度 诶 那会有什么其他状况吗 诶 有的 假如说你今天是站在蚂蚁绕的圈圈里面 看着它走 诶 你就会跟着它一起绕了一圈 哦 所以好像有一个很棒的做法去判断说 诶 假如说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跟着它在走的这个夹角 开始转的话 那只要加起来不是 就是只要加起来是零 那就代表说我在这个曲线外面 加起来是二拍的话 那我就在这个曲线里面 那当然 假如说你今天有其他多边形的话 你可能会转很多圈 是 先不要讲多边形 有一个闭合曲线长这样 是 这是我不想讨论的东西 但就是 假如说你有一个多边形 它走完之后会让你转很多圈的话 通常会把它也算在多边形内部 所以通常我们会用一个点 假如说我们有办法把我们刚刚做的这个角度的事情 给统计出来的话 那我就可以用它是不是零来判断 它在多边形内部还是外部 如果它是零的话 那它就在外部 不然的话就在内部 对 那这个闭合曲线其实可以直接换到多边形上 就是多边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二维平面上面的一个闭合曲线 当然它看起来并不曲啊 闭曲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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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销毁以下证据 它这架皮刹可会更大 是没有 OK我们换回多边形 天啊 这多边形看起来更像那个 更像 它变得很像那个闭合曲线了 甚至不闭 OK 有一个点 我们说上面 有一只蚂蚁在多边形上面走 那其实多边形因为它已经分成了好几条边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以去统计所谓蚂蚁走了 蚂蚁走了 如果走了这条边 那我们的视角会转几度这件事情 就是直接利用那个 我们学的内积 然后去求出夹角就好了 对 那你每条边做一次 最好把夹角全部夹起来 看说是零度 还是不是零度 就可以判断它是在多边形外部还是内部了 那就算我一开始讲的 你如果直接求什么 多边形夹角的话 不是 你直接求什么夹角 然后还把它夹起来的话 可能会有什么普点数物差 对 所以就有另外一个 基本上是等价的观念 但是可以不用 用到就是反三角函数 OK 那我想 我是有把实作藏在那个讲义里面 那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等一下再来讲一下 带一下这题的实作 对 或者是如果我休息完回来 然后看到你们在聊天室说 不用啦 实作我们自己来就好了 那我就跳过吧 就这样休息一下 我去喝个水 我们休息到10点45号 梁师回来了 问个 设内计算几何的讲课差不多讲到什么程度啊 这边有设内教学吗 大家可能都去休息了 可能我去年有稍微光速飞奔 飞奔过这边 但是多边形没有 我会说 就是平常社课 平常社课有碰那个 有计算几何的课程吗 设客没有 太好了 不是太好了 我是说 没事 哈哈 那个设限法的话就过点 然后甚至还有整个设限贴在边 边上好像也 会先经过点 过某个点的时候 就会去判说这条设限会不会直接过那条边 为什么我现在改叫旋转卡车 我看外面也是旋转卡车 反正设限法 设限法我没有想要用啦 写后面那个全道书就好了 我看那个大陆的那个OI wiki 然后好像就叫旋转卡车 然后颜色的笔记上面是旋转卡车 那方便一点我们就用英文吧 但是我不会 我如果 游标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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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中讲义也是 我来看一下国公密卡还有什么酷功能可以用 我也可以举手 而且举手会有音效 现在录制中 变更版面配置 自动图块聚光灯测览 定牌显示不屌堂 对可以把人提出去 一般的好像没有 太棒了 记真良拜拜 没有啦 字幕 选取参与逾者 RCC字幕怎么只有那个 可以再贴一次白板连接 好啊 哎 抱歉哦 你是也想要上去玩 共用 取得链接 我在第一次也贴一个好了 了 你得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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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somboy Nice 抱歉 學校那個什麼 給我們畢業生的帳戶是不是 明好像到明年就會消失對不對 明年七月 還是幾月 忘了 好 貼到線上好像不用特拍 嗯 只要發生幹過某個點 那你應該就會去用到他臉的旁邊那兩條邊嘛 然後感覺那邊那個時候應該就可以判掉什麼東西 想一下喔 完美的穿出一條邊的話 內外關係會一定會一樣嗎 好像不一定耶 就是貼到邊上好像要再多判一個點這樣子 就是你要判斷你這條射線出去之後的那個點 再過去的那個點 然後它是它的外積方向是怎樣 因為它今天 因為它今天是可能凹的嘛 所以它那個線就有點像是說 呃 我想想看有沒有人畫出一個例子 就是你現在這個點 然後你做的射線是這樣子 然後只是 就是 就是你這邊可能是往這邊歪 然後它可能在這邊繞一大坨繞過來 或者是它就像這個一樣 然後就變成 你這條邊穿過去的時候 它的內外關係就可能會不太一樣 就是你還要再多判這個點 就整個超麻煩的啦 遇到點的時候就跳出來在Random另一個方向 喔 對對對也可以也可以 如果撞到點的話就 這樣子這樣子也是可以 但我 我主要看射線法上面就是 演算法筆記上面 如果你不覺得難寫 而且不怕什麼浮點數誤差幹爆你的話 那 對的確可以在Random另外一個方向 這應該就是上次 成瑞過我們那一題的方式喔 我猜 然後然後我們好像就幹了一個測試 是很多條邊的多邊形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圓形的 結果後來好像還是有被它射到一個 沒有抽到點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但可能是 我們那次整節是全到法 對 然後我記得裡面的測資 這種東西應該可以公開測資吧 反正我也沒有詳細的數字 反正我們還有準備一個多邊形 有點像是 一直這樣繞圈圈 然後再繞出來 我有大概類似這樣的測資 就是講義上你們看到的那個 有夠了 但是全到法如果寫的寫的 其實我覺得全到法 所以剛剛應該沒有人在聊天室裡面打說 沒有要沒有要聽實作吧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實作吧 林綠穎吃完東西回來了沒有 不等它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按照我們剛剛的討論 我們想要判斷一個點是否在多邊形內部 我們可以用類似剛剛討論的閉合曲線的方式去看說 實際上我視角的夾角合 最後到底是0還是不是0 可是我們這麼做可能會有一些誤差 所以我們就有另外一個做法 首先就是由於你是列舉多邊形的某個點 然後 這麼講好了 你是用每一條邊去計算所謂的夾角的 那你在列舉每一條邊的時候 假如說今天剛好要整個繞回來的時候 一定會回到你一開始邊上的那一點 就是 比如說你一開始你按照逆時針去 這個逆時針所謂逆時針應該是怎樣 對啊 比如說你從這條邊開始列舉 然後你最後列舉完的會是這條邊 然後每條邊都可以想像成是一個點到另外一個點 那最後就是完美的從這個點回到這個點 那所以 你只要能夠列舉完每條邊 那最後它那個什麼 就會有這種回到7點的感覺嗎 就是很合理啊 那你會發現假如說 整個繞完的話回到某一個點 那它以剛剛的夾角來講 它要嘛是0度 要嘛會是二拍的倍數 對 那 我們可以變相的去統計說 我們有沒有另外一個判斷依據去判斷 它真的只要做了這件事情 它後來就一定真的會繞完一圈 對 那 那 就有想到一個還蠻酷的的計算方式 就是你一樣畫一條水平線 水平線 然後你要很明顯的把它區分成就是 比如說下半平面它是有涵蓋這條線 那這樣上半平面就是沒有涵蓋這條線的 過你想要判斷的那個點 你畫一條水平線 對 然後把它分成下半平面跟上平面 上半平面 然後 這條線是一定要明確涵蓋在其中一條平面的 對 其中一個半平面的 好 那你列舉每條邊的時候 如果有出現跨區的行為 有出現跨區的行為 那你就馬上統計它是對於這個點是逆時針跨區還是順時針跨區 對 那如果比如說你逆時針跨區 你就加1 那如果你是順時針跨區你就減1 有點像是說你只要跨區 後來你一定會讓它繞完一圈 除非你曾經出現某一個順時針跨區 讓它把那個 剛剛你認為可能會繞完一圈的逆時針跨區給抵消掉 懂我意思嗎 就是 就是 跨區的時候你去統計它是逆時針還是順時針 你每次每一個逆時針或順時針跨區 你都把它試成它會炒某一個 比如說逆時針跨區 你就假設它後來會朝逆時針方向真的轉一圈 除非曾經出現某一個順時針跨區 那那個繞圈就會被取消掉 就是這個是可以相互抵消的 那最後你去把 那你把這個東西記下來判斷它是不是零 你的全導法就做完了 對 然後它基本上根本沒有什麼邊界問題 幾乎沒有邊界問題 對 就是不會像射線法還有什麼點什麼挖哥 什麼戳到邊上沒有都不屌都不屌它 這是我剛剛說為什麼一定要明確分成上下兩區的原因 就是這條線一定要屬於某一區的原因 就是對於這種這個射線剛好通過某一個點的時候 這個點是可以很明確的被分出某一區的 然後一定要出現跨區行為 我們就假設它一定是會讓它繞一圈的 某一個跨區 這樣子 好 那 假如說你 不管是從下半還是下半跨到上半還是上半跨到下半 你假如說跨區行為都有加一減一的話 就是這樣子也不會錯 但是其實你也可以就選擇其中某一區跨到另外一區的時候再統計就好 就是比如說底下我們看那個實作的code 這邊有用到上面定義的外機的內機 然後用到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點是否在線段上 那我做這個原因是因為我一開始想要先把如果這個點它就在多邊形上面的邊上面的話 我就馬上先把它判掉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明顯的確定它是內部或外部嘛 我就可以直接安心的做全道法 那 對 我這邊的做法是 前面這兩個椅服都是在檢查到底有沒有跨區 就是以Y座標畫一條水平線 然後如果有跨區的話 就是小於等於跟大於 只要有跨區的話 我再檢查 外機的方向 像這個的話 假如說我是逆時針列舉點的話 I到I加一是逆時針列舉的話 然後對於我這個點 它外機又大於0的話 畫個圖 其實這邊好像方向都沒差 就是你也可以 小於0大於0 重點是那個小於等於跟大於要分開 之類的 對 畫個圖 清楚畫面 OK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點 然後我們按照逆時針的方向 去列舉多邊形上面的邊 好 那 一旦發生跨區 一旦發生跨區 比如說這邊這個點 發生了跨區 那我就這樣子連兩個向量 去判斷它是逆時針跨過去還是順時針跨過去 我們就可以加一 這邊又跨過去了 那 它是從下半平面到上半平面的 所以 你可以統一只統計其中其中一個半平面到另外一個半平面就好 但是這邊我們就一起統計 好 好 這個它如果穿過去的話 它其實 如果你畫好相量的話 它是順時針過去了 所以要-1 好 那這個 這邊它這邊跨區是用逆時針的跨區跨過去了 所以要加1 然後換這條邊 這條邊它對於這個點也是用逆時針的跨區 好 這樣所有的跨區就統計完了 那最後你的全道數就是2 對 那它不是領 所以點在多邊心內部 酷吧 酷吧 我覺得蠻酷的 就是 coyle很好寫 又不涉及 又不涉及除法 對 你如果用上面那種射線法 它它投影還會涉及什麼除法之類的 那你會發現上面這個什麼 內積外積 全部都是乘法加法運算 然後 根本沒有用到什麼除法運算 沒有任何投影 你就做完了 讚吧 Faster and easy Yeah You are right 你是右邊 OK 所以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這個方法 假如說你理解了它要注意的事項之後 就是我一直強調那個跨區 那其實它整個寫起來蠻對稱的 就是 對它只有分成 它順時針跨區只有挑 它只有逆時針跨區跟順時針跨區 它只有挑 其中一個平面跨到另外一個平面的時候去統計而已 就是 比如說 逆時針跨區它是統計這邊的 它不統計右邊的這個 順時針跨區它只統計 反正都是挑一邊做就好 就不會錯 算出來的全道數就只是我們剛剛這種方法的方式除以二而已 那 所以怎麼攀亂順時針 好 外積 兩個向量 外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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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積是正 A cross B 是正的話 代表它是 A到B是逆時針旋轉 那如果是負的話 那A到B就是順時針 對 所以外積好用啊 OK嗎?還有其他問題嗎? 我這樣講順時針方向和逆時針方向可以嗎? 謝謝 I so weak You are strong You so strong You electricity 對不起 OK 那我們講完 對 全道數的實作就這樣 蠻對稱蠻好看的 那關於點落在邊界上 其實我是覺得應該提前判斷 你的調會比較好 我想一下 我只要說你要在算全道數的時候判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有一個點落在邊上 那這個不會發生所謂的跨區型 有可能 有可能跨區 有可能不跨區 會出現外積領 對這是其中一個 但是 上面這個算法基本上 假如說點沒有落在邊界上的話 這邊這個算法出現外積領也不會有事 就是他是 等一下喔 如果三點貢獻 三點貢獻是不是就不會跨區 三點貢獻跨不了區 對三點貢獻跨不了區 對 OK 那應該是外積那邊會出一些問題 所以邊界最好還是先判掉 對 對 感恩 就有點像是說外地要出現領 你一定要有一個認知式 馬上要有一個認知式 會有三點貢獻的情況出現 那假如說以我們剛剛講的 裡面有某一個點他有水平線的話 那他要嘛一定會跨區 欸 怎麼講 等一下喔 如果點不是在沒有在邊上的話 那點一定會是落在這邊 那這個時候假如說他有一條水平線的話 不管他是什麼角度 他都不會影響我們那個跨區的算法 對 但是如果點是在邊上的話 那就會有點麻煩 就是他那個水平線可能涉及跨區或不跨區 然後就 反正感覺就還會有很多很麻煩的case要判 所以 建議建議就是 反正你在判一個點有沒有在邊界上面的時候 那個call也斷斷的 所以就 還行 就先把它判掉吧 OK 到這邊應該 沒有其他問題 被學弟電報 我連我連紙都上不去 好啦 那 全道書學起來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進 下一個主題 我看一下我上午打算要講到哪裡 我的天啊 現在進度好像大delay 對 我預期打算講到突爆啊 但是如果講到突爆的話 我下午好像也沒什麼東西講 所以我們早上就先講到面積888 對 肚子餓喔 等一下喔 好 相交 我們先討論一下直線相交的問題 直線相交 然後 基本上也涉及了一些投影的概念 就是 他去討論說 假如說兩個線 我們先講 如果沒有相交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兩條直線他可能發生的情況就是 平行 或者重疊 或者相交於一點 平行跟重疊在一起的話 你可以先用外積 就是兩個點 所以他們會圍出 你線是用兩個點表示的 就是它是兩點式表示的直線 那你可以想像這條線現在 你把這兩個點連成一個向量 就是這條線的方向向量 你可以直接先對方向向量做外積 外積等於0的話就代表說他們平行 對 就不管他們夾0度還是夾180度 因為本身他們方向向量 對於直線來講方向向量 不應該有方向性 只是我們現在用的向量之後會有方向性 所以外積出來只要是0 我們不管他 不管他到底夾0度還是夾180度 他就是平行 平行之後你要再去判斷說 他們到底是重疊還是沒有重疊的話 我猜應該是你要去看 講一下 兩個點 一條線 又出現兩個點 那假如說今天沒有重疊的話 會不會是這樣 那應該就是拿其中一個 拿一個線段的一個點 然後去到另外一個線段 連連各自連向量去判斷外積 就是這樣子應該可以確保說 只要這樣子外積都還是0的話 那他們會再 會是完全重疊 那如果不是0的話就不會 這樣子 對 就是利用到我們剛剛說外積等於0 一定出現過3點貢獻的狀況 去判斷說有沒有3點貢獻的情況出現 對 大概是這樣 那你用這件事情檢查出來之後 假如說以上那兩個case都不是 那他們相交於1點 那題目間就有可能要你求 兩個直線相交的那點 的坐標是怎樣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套一些數學的東西了 那根據以下的推導 好 這是用了一些小相似型之後 我們可以得到AG這段的向量 會是 就是AG 先不要講向量 這邊他利用了一些技巧 做出了一個相似型 就是做了一些垂線 那他得出了一個比例是 AE比AF等於AG比AB 我們的目標是我們有A點坐標 我們想要求出交點G 我們只要有AG這個向量就可以得到G點 對不要想外 好 然後 重點來了 就是 要求AG的話 因為他跟AB同方向 我們又有AB 所以這個向量一定是求出來的 AB是已知向 那我們利用相似型 把相關的比例套到AE跟AF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需要一點技巧去求AE跟AF 我現在白辦 是用 沒有香蕉的話 我本來要講爛笑話了 被講錯了 OK 完了 我才講沒多久 怎麼就有種要燒香的感覺 好 那 怎麼求AE跟AF 我們看以下的兩張圖 他分別去 基本上就是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AE 我們把它想像成是某個平行四邊形的高 然後我們用CD當作D 畫出這個ACD 然後某個點的平行四邊形 我們要求出AE的話 我們要求出AE的話 喔好 還記得我們剛剛那個嗎 點到直線的距離嗎 A到CD 我們AE其實就是A到CD的距離 那你就可以用我們點到直線的距離去把AE求出來 對 那先不要 先不要求 就是先不要把AE求出來 我們先分析一下就是 就是CA crossCD 他會算出這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那 右邊這個式子 它的乘法 它是乘法的意思 就是它不是外積不是內積的意思 就是兩個線段 線段場乘起來的意思 就是它跟這邊的乘號是外積不一樣 這兩個外積之後 會是外積的方式求出來的平行四邊形面積 那如果按照一般平行四邊形的公式底跟邊的話 你會發現 它是CD場乘上AE場 OK 這個式子我們先保留 再來我們再看 有沒有辦法讓AF為底 然後CD一樣為邊 欸有 這邊可能要想一下為什麼CD crossAB 會是整個大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你就可以平移一下 CD你把它比如說你把CD平移到上面平行四邊形這個邊 那AB你把它位移到這邊這個點 就是讓他們起點A跟C疊在一起 那你會發現這個平行四邊形雖然長得不太一樣了 可是他們的底邊跟高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們外積出來的結果面積會是一模一樣的 OK嗎 所以CD crossAB這個球出來的面積會是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那底一樣是CD高一樣是AF 那底一樣是CD高一樣是AF 換個說法好了 就是其實這邊右邊也是可以看成cross 就是看成CD crossAE 那你可以想像說 你今天一個向量跟另外一個向量cross 你把另外一個向量投影到我另外一個就是我原本那個向量的法向量 外積出來的結果面積應該會是一樣的 所以比如說CD跟CA CD的法向量就是我們做的這條垂線 那我們把AC投上來就是AE 所以合理CD乘AE 那這體的話AB它投影到CD的法向量其實就是這個平行四邊形的高 所以就也很合理 OK 那這個是CD乘AE這個是CD乘AAF 這兩個相處的話就會得到AE比AF的比例了 那我們就可以帶這個公式 所以你就會發現AB向量我們有了 AE AF的比例有了 我們就可以求出AG 那最後我們就把G點求出來 OK 那底下就是得出G點的方式 對 大家都要熟知求G點的方式啊 不要開謊槍 好 那上面是直線的討論 線段的話 現在的話就稍微複雜一點 就是因為直線的話它 它保證只有 就是在沒有 在斜率沒有平行的情況下 它一定只有相交一點的情況 那可是線段的話 它假如說 就算沒有平行 它也不一定會相交 因為就很直覺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判斷一個線段 它有沒有焦點的話 簡單 你把線段延伸成直線 求焦點之後判斷 這個焦點有沒有在兩個線段上面就好 都在兩個線段上面 因為就舉個情況 來看一下 兩個線段 有相交的話 我們就先把它延伸成直線 求焦點 焦點都在這兩個線段上面 好 這就是他們線段焦點 假如說 好 直線他們相交的點在這邊 可是實際上 他們的線段是從某個地方延伸過來的 好 這個焦點根本沒有在這兩個線段上面 所以這兩個線段根本沒有相交 然後我這就不會過來 好 所以 對 這是用剛剛做的 用剛剛的直線相交去延伸出來的線段相交的方式 那 那 假如說有相交的話 也可以順帶求出焦點 那 假如說你今天沒有想要求焦點 你只是單純想要知道線段有沒有相交的話 有另外一個 不用靠求焦點的方式的判斷方式 而且也不會涉及出法 好 OK 講義先轉回來 我們分成兩種狀況 一種狀況是四點鐘 並沒有三點貢獻的情況發生 那這樣子線段要相交的時候 一定要發生在 A B 在線段CD的兩側 CD在線段AB的兩側 對 這兩件事情是要同時成立的 就是 它的 假如說只有一則成立的話 它的反例是 就是稍微把這個線段往右邊一點 就是雖然AB在CD兩側 可是CD根本沒有在AB的兩側 對 所以要都有在兩側的話 那他們才會有焦點 那假如說第二種狀況 四點鐘至少有三點貢獻 那根據我們強大的排列組合能力 C4取34 就四種可能 就是把一個點排外 就是要碼 要碼BCD貢獻 要碼ACD貢獻 要碼ABD貢獻 要碼ABC貢獻 那 這種東西就很簡單 就是你四個外機都做出來 對 所以 當我們在判斷 AB有沒有在CD兩側 CD有沒有在AB兩側的時候 關於這邊三點貢獻所需要的外機 其實都會順便被算出來 所以 對 你就老老實實把他們算出來 然後 然後 去特判說 好 先講一下 在不同側的話 那就是簡單來講 他們外機出來的正負號不同 所以你可以直接套我們的 就是直接套Sign函數 然後乘出來 如果小於0的話 那兩個都要小於0 那 兩個線段就有焦點 對 那 如果發生過三點貢獻的話 那這個外機一定會有一個是0 有一個一定是0的話 這個條件一定不會成立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可以先判 我們可以先用那個外機判掉第一個case 然後如果有三點貢獻的話 我們再繼續來判斷 對 那由於你判斷出來的外機 我剛剛有說 就是你需要的外機 剛好就可以拿來判斷三點貢獻這件事情 所以 比如說C1 它是AB cross AC 它是拿來檢查 它是拿來檢查C在AB的哪一側的 AB cross AC 它是拿來檢查C在AB的哪一側 如果你看到這個是0 那就代表CAB貢獻 這個時候如果C是在AB上面的點 那他們就有一個焦點 就是端點上的焦點嘛 對 所以你就會看到我這邊寫point on segment C 下一個A 按照同樣的方式你把四個判一判就判完了 OK 那圓形的話 圓形的話我沒有去細就它的公式 就是 就是 感覺 感覺這麼長應該也背不下來 就是可能 只能放codebook之類的 對 那 呃 圓形的話 我們要討論它的香蕉的話 其實就 一個最簡單的香蕉是 他們有焦於兩點或者相切 或者是沒有焦點 或者是一個圓就在其中一個圓裡面 那 那 那種東西應該會 視為 視為 視為沒有 欸 等一下 一個圓 在一個圓裡面他們的圓形距會怎麼樣 半徑剪掉圓形距 應該不只這兩種狀況對不對 思考一下 對 它這個沒有那個圓在其中一個圓裡面的那個 就是它的不相交 我猜應該是兩個圓分別在外側不相交 相切於一點 交於兩點 那它沒有一大一小的時候這個圓如果跑得更裡面的case 等一下我現在腦袋有點有點有點卡到 我有點忘記這種case要怎麼判掉 就是 兩個圓 一個圓 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 原心分別在這個位置 然後要你判出這種case的話會怎麼判 嗯 好值得好好思考的問題 但是 我等一下想一想 然後 一樣就是圓形如果有相交的話 那我們可以 我們也一樣要去討論什麼求交點的問題 如果是相切的話 那很簡單嘛 就是相切一點的話 那你可以藉由兩個圓形 就是 就是 內內評分 限公式 然後去求出 就是按照那個半徑的比例去求出交點 那如果是 相交於兩點的話 那你可以用一些 向量旋轉的方式去求出他 就如這張圖 你可以求出 你就先固定固定一個圓形 然後你拿O1O2的 你拿這個三角形 就是 三個邊廠你都知道嗎 就是個別都是半徑 以及兩個 就原心劇 那你就可以算出夾角 算出夾角之後 你就可以做向量旋轉 就是把O1O2這個向量旋轉上去 那再把這個向量縮放成對應的長度就好了 那這樣你就有這段向量 你就可以獲得交點 對 然後 然後 圓形線宇宙的角角 他這個意思應該是說 你如果不想做向量旋轉 但是一樣還是會等於用到三角函數 就是 提前先把圓形線的角度求出來 然後你一樣要把剛剛那個夾角算出來 然後你用那個夾角去帶三角函數 然後再乘上對應長度去做出那個向量 對 那意思還是差不多 對 還是向量旋轉的意思 對 那 就好 就是你想像他剛從相切兩點變成進來的時候 好 謝謝 對 對 好 謝謝 對 但是 相切兩點假如說圓在進來之後 它又會變成相切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兩個圓形的距離 會是半徑直接相減 就是當圓形的距離等於半徑相減的時候 那他們就是 這個叫這個會叫內切嗎 有點忘了 我記得這樣應該是外切 對 一些可怕的名詞 這是什麼內工切線 然後這是外工切線 所以我在猜這個應該是外切 對 他們現在外切 那假如說 你距離 圓形距離再更小 就是再往裡面更靠近一點的話 小於半徑相減的話 那它就是 在內部 然後完全分離這樣子 謝謝 謝謝學弟 內 內切嗎 這樣子是內切嗎 內切 內切 好吧 應該是內切 好 我大概懂那個意思了 這是 內工切線的 內工切線跟外工切線的那個內外 應該跟一般內切外切不一樣 對 好 沒事 應該是內切 對 好 好 底下有一個公示法 然後 也有提供推導過程 那這個推導過程不是我推導的 所以 它也不是我們的講課重點 但 相信你們應該是用不到的 所以我們就跳過吧 OK 我們休息個 10分鐘 然後最後講個面積之後就是538 耶 可以 有問題可以問 可以 有問題可以問 小朋友 小朋友 這樣你們學會了嗎 小朋友 這樣你們學會了嗎 所以 我剛剛看了一下 完了 我準備的內容好像真的不太多 可能下午下午再講個一小時就講完了 怎麼辦 怎麼辦 那我可以講笑話 你是說再講個兩小時之類的嗎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高難度的行為 我連講個 我連hold住個10秒 補眠好 補眠好 這我喜歡 這我喜歡 還是我可以直播完植物大戰殭屍給你們看 雖然你們可能覺得那是很廢的遊戲 啊 等一下喔 NH 哪個平台的PC上面的植物檔案講師 哈哈哈哈 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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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那個生存無盡 survival endless的那個 然後用10台玉米炮 然後無限撐下去 欸我不行這個可能要請學弟來 我我太弱了 啊不然不然昨天書人有沒有什麼沒有講到的主題 我我我我可以來講一下 拿我之前那份書人講義 哈哈哈 可是韓宣韓好像也講得差不多 而且昨天好像還要講那個莫比烏斯繁衍 蛤 蠻想講的 筆記至少筆記算幾何還有把握 好啦那我們 複利液變化嗎 欸其實可以欸 所以我有另外一份 就是我覺得它其實不太適合放的 FWHT 但是 喔 那個什麼Fast Tesla 等一下那個我不會 完了 我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我還不會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等一下 欸 好啊 分賽的也也行啊 分 但是 如果你是說分賽想要怎麼觀察出來的話 感覺它出來的時候應該都蠻弱的 只是我寫的題目也不多啊 就是好像有一次校內賽的摩天大樓 對彩繪大樓 對彩繪大樓 那一題之外 我就沒有寫過其他分賽者的題目了 除了在那個啊 CSES.5上面的 就它上面也有兩題分賽的 但是都很裸很裸很裸 所以 欸 對啊你都已經知道題目名稱的代表 你一定也知道分賽要怎麼做啊 所以我就覺得那沒什麼好講的 要講的話可能就要去講怎麼 怎麼觀察出來的 媽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寫的題目不多 所以我猜 可能 可能要講的應該是看到一個題目 你覺得它很像分賽 然後要怎麼轉成分賽之類的 好 畫面很亂我們整理一下 我們來講面積 這個 一個稍微過渡一點 就是比較 比較直觀簡單 可以快速度過的 那個一個章節 欸圓形面積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R平方π 結束 好沒有啊 圓形的話你可以 算那個什麼扇形嘛 就其實跟圓形有關的面積 就要算的話應該就跟平常 高中數學 國中數學會遇到的差不多啊 就 對 但是如果是什麼 圓形相交面積的話 感覺那個就是另外一個很可怕的東西了 就是 不然我們來想想看嘛 今天給你兩個圓 問你他們重疊的面積 如果是給很多個圓的話 我也不會做 這個的話是不是把圓形畫 就是按到這邊然後切一條線 然後把扇形球出來 然後扣掉這個三角形 把扇形球出來扣掉這個三角形 就做完了 應該是 但是只有兩個點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計算幾何會 handle的簡單題目 所以如果很多個圓的話 我不會 所以我們還是 回到開開心心的圓形跟扇形 就是 R平方C打吧 二分之R平方C打 就是 對 C打是這個 除以二的原因是因為如果整個二拍的話 那你除以二就會是Pi 這樣 這個題目是你丟的Burnside嗎 Burnside裸體嗎還是什麼裸體 好 Area of two circles 那我剛剛 都裸體了 那我還把解法跟你們講 太可怕 用積分 你是說 你是說假如說有很多個圓 這樣子嗎 提供這個 假如說香蕉 就是重點的面積的話 假如說另外 有分UNION跟intersection 然後兩個我都不會做 就 感覺如果你要積分的話 好像也不是不行 這樣子是不是需要一條掃描線 然後去掃 掃出什麼 現在那個上下 我會出來的方程是什麼的 不知道感覺很噁心啊 有積分 而且積分也蠻估計的 但是對 的確有一些 我在大學有學運門課叫 數值方法 然後 數值方法 然後他裡面就介紹了 有一個他可以在介紹微分跟積分 然後就是數值微分跟數值積分 然後怎麼去減少誤差 然後去分析誤差的時候也是 去分析說 因為比如說你們可能 啊 我又不信按到清楚畫面 比如說你們在算微分的時候 我幫你們揮微分了沒有 就是Fx的時候 然後你們可能會用一個很接近Epsilon的H 然後用Fx加H 去減掉Fx 去逼近那邊的斜率 然後我們數值方法就在分析 這個誤差項成長 差不多是H 那假如說 你說 泰勒也是一個拿來導這個 導這個的方式 就是 對 要用泰勒證這個誤差項的成長趨勢的話 我變成在講這個 對 然後如果 我再講一個 就是我們數值方法大概講的事情 就是 如果你用的是這種方法 你這個誤差項跟H 是H的成長趨勢 可是如果你用的是X加H X-H 然後分母用2H 這個是H平方 還是H三方 我忘記了 其中一個 那以H很接近的來講 H上面的次方越高越好 就是誤差項的成長趨勢會 越成長越準確 越精確這樣子 對 然後就很酷 這是數值微分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因為剛剛在講積分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講到這個 對 反正 誤差項的成長趨勢 可以用泰勒去得出來 好 小科普 我們快點回到我們的計算集合 三角形 三角形 其實還真的蠻多 蠻多算法的 就是端看你拿到的資訊 你可以決定很多這種算法 比如說 以我們國小生最喜歡的 你看到底跟高 我記得小時候有那個一套席梯 然後他就是畫很多三角形 然後樹線上面 然後就告訴你很多底跟高 是我的 然後你就會求面積 那那個太low了 像我剛上高一的時候有聽到那個 海龍公式 對海龍公式的話就是 你求出三角形的周長 然後把它除以二 然後帶入上面那個 根號的那拓公式就好 對 這就是海龍公式 那這個推導的話 我忘了 好像是 可能是三角函數來一來之類的 對 那這個是適用在今天給你的四三角形的三個編長 然後你完全沒有點的 坐標資訊的時候可以用 那最後一個可能是在計算集合比較常用的 給定三個點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外基出來是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我們把它除以二 就是三角形面積了 那實用時機的加在絕對幾 OK 那面積最後一個塔比是簡單多邊形 其實簡單多邊形 我覺得有這個動畫圖去 Handle住就已經很棒了 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說 畢視什麼 什麼東西畢視 你是說海龍公式用畢視定理去證嗎 我也忘記了 方法好像很多 但現在如果要我想證明方式的話 讓我有點不太出來 回家作業 好 簡單多邊形的話 要求它的面積 你可以把想像成 你看到很多三角形 就是你先隨便挑一個參考點 然後列舉每條邊 然後把這些三角形全部加起來就好 然後就想說 不是啊 這樣很奇怪啊 就是 假如說你按照我這樣子去講 然後去把所有三角形加出來 奇怪 不是不只多加 而且還多加很多嗎 那重點就在於 我剛剛講的多加很多的意思是發生在 它現在紅色的這個區塊 但實際上 因為我們外跡是有方向的 那假如說我們別人對於這個參考點 它的列舉順序是逆時針的話 那它加的都會是正值 那一旦發生這種列舉出外 但是它對於這個點是順時針方向的 它面積上才會是負值 那你會發現會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 它都是把你曾經多加的那幾塊給減掉 所以發現這樣子繞一圈 把它那個外跡加起來 就做完了 那當然我剛剛這種 邊說邊講的這種政法肯定不嚴謹嘛 所以底下我沒有提供證明 對 海龍公司兩種政法 政賢加雨賢 B4定理爆開 我等一下會試試的 我剛剛說除了要試這個以外 還有要試什麼 好像還有要研究某個東西 完了我忘了 這個我等一下還要想這個好 那面積講完了 現在